内阁自证李光耀先生 黄永宏部长 傅海燕高级政务部长 傅喜泉高级政务部长 各位海外的专家学者 各位来宾女士们 先生们晚上好 在座的华文老师们 你们多年来所期盼的华文教员中心 今天开幕了 今晚承蒙各位文化界 教育界 学术界的朋友远道而来 共襄盛举 在此我请对各位嘉宾朋友们的历龄 表示衷心的感谢 双语教育是新加坡教育的基石 培养学生掌握英语 开启世界科技的知识的大门 同时通过母语的学习 保留文化中优良的价值观 在华文的学习上 这些年来 我们根据形式的现实条件的改变 在制度 教学 方法上 都做过不少的调整和尝试 李思政在最近的一次反堂中 曾经提到 落实双语政策是最困难的 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来解决学生学习华文所面对的困难 过去三十年来 我们在华文教学上 经历了不少摸索 有过失败的经验 也累积了宝贵的经验 除了华文教学上的难题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认识到以下三点 第一 整个世界格局 特别是中国因素 正在引发日新月异的变化 华语的影响力 也正伴随中国的崛起 而日益增强 各个国家对于华语为二语 或是外语的教学与研究 也正在积极探索有关的政策 甚至拟定方案 新加坡处在这个地区 对于让学生掌握好华语 应该更具获切感 既然我们有先行的优势和经验 就更不可能落于人后 而是应该在原有二语教学的基础上 进行巩固 第二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家庭的用语结构复杂 再加上新移民给予语言 所带来的冲击的环境 新加坡语言生态环境 接下来将呈现出更多的变化和多样性 而在不同语言环境中 成长的学生 学习华文的目的 要求和方法也有所不同 第三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多数 华语为主要生活语言之一 又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社会 我们的语言生态独特之处 在于双语 在我们日常的环境里活生生的存在 这个生态得以出现和维系 与我们的华文俄语教学的实践 直接相关 在此同时 这个生态环境 因为我们的华文俄语教学研究 提供最佳的案例 若是发挥得当 不断创新和发展 新加坡不但有条件 站在华文俄语教学的前沿 甚至可以成为世界上华文 为俄语教学的典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